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 我們今天來到了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就是故宮 我們今天準備要從故宮出發來一個算是賽前平反訓練 因為自從上一次Tim Fonty所的訓練影片出來之後 就是下方的留言真的是非常精彩 大家真的是為了看到Tim Fonty所挑戰成功 然後都給了他非常多中肯的建議 欸!講著講著他已經到現場了 那不然由你來講好了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次的訓練 那次就覺得好像 Keep Weeping真的是有點失禮啦 你們那麼認真拍我 然後又一直有心要訓練我 結果在那邊Keep Weeping 然後就覺得我一定要下定決心 就覺得應該要剃光頭 那為什麼是剃光頭 就是通常剃完不是都變比較強嗎 像螢幕花道一樣 那個藍版 可是你又沒有紅色的頭髮 那個不行啦我家人受不了 今天呢因為上一次自從大家留言非常多建議之後 我們今天將再度挑戰Tim Fonty所的一個罩門 也就是山路訓練 但今天我們強度不會拉得太高 最主要是給你一個心情上的平反 因為上次聽說你看了很留言之後回去哭了蠻多天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都是很真心的在給我建議啦 我覺得看的有一些 心情有受影響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是為我好 好啦不要再演了 希望你今天可以讓他們得到他們的肯定啦好不好 今天我們即將從故宮出發 那我們一路會騎至山路 接到平等里 然後到平津街那邊看櫻花 因為現在正值2月的櫻花季 那準備看完櫻花之後 如果成功挑戰啦 再帶你去一個也算是我的口袋名單 來去吃一個好吃的早午餐好不好 今天就是一個 真的是賽前加碼的練習 但是稍微調適一下心靈 期待期待 那等一下記得 就是很多網友 也就是我們的網友教練給你的建議 膝蓋好不好 不要往外開好不好 不要在那邊這樣 這個我有注意 震台震台 這大家很多人講 再來是變速的部分好不好 就是密集的變換你的檔位 因為在上坡的時候 你只要變換得太慢 你只要變換得太慢 就會像很多網友說的 你會定竿 這個時候其實是更危險 大家都為了你好啦 對啊 雖然看起來 你可能覺得 好啦好啦 沒事沒事 開始 GoGo OK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騎乘 然後目前我們會先從至上路上 那這一段其實是一個 算是緩上坡 秋林地形 所以通常我們進到這種路段的時候 就把它切成小盤 會稍微輕鬆一點 那如果遇到上坡 就是用右手來控制你的變檔 那只要覺得腳變重 基本上就是退檔 就讓你的腳保持在 持續一樣的出力狀態 所以 遇到越陡的時候 一定右手就是退越多檔 那如果是 越平緩 越輕 那相對的就是 右手要進更多檔 所以 一個原則就是 腳保持一樣的迴轉速 踩起來感覺節奏一樣的同時 出力也要保持一樣 那這時候你就要透過 改變檔位來調整這個動作 所以等一下 如果到比較陡的時候 左手就可以切小盤 那右手來控制你的 細微的進檔跟退檔 那如果到下坡的時候就相反 左手可以切大盤 那 切完大盤之後 就是用你的 右手來控制你的檔位 進檔跟退檔這樣 我們今天 就是以 輕鬆的 騎這個 上坡為主 那途中 就是去習慣一下 這個檔位的變化 因為今天的路線 其實 上上下下來得更快 就它不會這麼一路平緩上去 所以 算是 比較有挑戰的一個路線 那我們就 繼續往 停燈裡前進 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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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這個上坡 算是第一個比較大的考驗 只要保持比較輕快的踩踏節奏 頻率快的不踩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最輕檔了 所以沒有檔位可以退了 再加上你平常比較不習慣用抽車的方式來轉換機群 所以你在這第一個考驗當中 就以想辦法維持比較輕鬆踩踏的節奏就好 因為如果可以抽車的話 其實是可以達到適當的休息 但因為你還有點不敢抽車 所以我們這一段就以平緩的上去 到坡頂我們會稍微休息 再彎進去就是平經階的方向 往平整裹小 加油,剩一半了 加油,快到頂了 到頂就要休息了 我們等一下前面準備往左切 往平經階,平等裹小 在紅綠燈這邊,我們先休息一下 OK,你一次挑戰完成了 之前你都停下來 看來這些網友教練的鞭策 比我講話還有用 快到了,前面 稍微休息一下 往右邊停 陽明山平經階 平整國小 從這邊進去 就是往看櫻花的地方 休息的如何 差不多了 等一下上面的挑戰會 比剛剛再稍微抖一點 所以要盡量保持 輕快的回轉速 然後踩踏輕鬆一點 好 我覺得你第一段表現非常好 已經算有進步了 相對於上一次 等一下,路路程應該 我記得是五、六公里啦 不會到非常近 但是也不會太累啦 五、六公里就到了 對,我記得 就給看櫻花繞 沒錯 挑戰,期待一下 騎起來像二十幾公里一樣 都是緩上坡 好,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休息一下 站一下就好 等一下 出發 出發 好,我們現在已經在往平登里的路上了 這一段路 就大概都會是像現在這樣 有點 微微的上坡 坡度大概在 五到七爬左右 總爬升這一段大概5.7公里 爬升300 算是有一點點吃力的挑戰 不是一點點 但總長5.7公里而已 沒有很久 沒有很久 加油,我們就這樣慢慢的踩上去 保持迴轉速 然後 想辦法 就是 用 檔位的變換 保持比較輕鬆的狀態 等一下上坡的時候 可以嘗試稍微站起來 搞不好可以 幫助你 稍微轉換一下肌群 因為 如果持續騎上坡 都沒有做抽車 肌肉有時候會太疲勞 對,吹出來 腳不要挺 腳不要挺 繞大圈一點 往外繞 漂亮喔 有沒有感覺 你已經克服了上坡的恐懼了 你現在 除了變檔學會了之外 第二個你還學會了 握在平靶上面 就不會這麼的吃力 加油加油加油 調整呼吸 調整呼吸 每個上坡完的平路就是你回血的時候 就是要想辦法趕快休息 調整呼吸的狀態 因為你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馬上又來一座山 像前面這樣 平路之後有一個小下坡 就是你緩和的時候 準備好狀態 然後 可以的話其實下坡可以帶一點點速度 這樣可以幫忙你在上坡的時候 偷吃一點力氣 偷吃步 太重就退檔 然後保持一個力量速度的感覺 1 2 1 2 1 2 對不對 這邊過就平路了 加油加油 再撐一點 1 2 1 2 對 有沒有看到平路來了 下坡了 然後先重擋一點 下坡稍微大一點 怪性速度起來 1 2 1 2 再撐一點 0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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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3 1 3 3 1 2 2 2 3 2 2 3 1 2 3 我的上坡還有一個小秘訣 就是如果真的沒力的時候會拉著靶位 然後拉的時候踩 1 2 1 2 對 這樣比較好使力 路上已經開始很多 紅紅的 有沒有看到紅紅的 紅紅的 紅紅的 我幫你跟櫻花合照啦 好讚喔 我們這裡又看得到故宮 我們剛剛從下面騎上來 為什麼不在你家看就好 就是那個平路 有沒有看到那七多月了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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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到這裡應該算是已經完成一大半了 大概只剩下 兩公里左右就會到了 其實快到了 那已經算 挑戰 進步很多了 以上是 你騎那個 北海岸那個路線 波度比這個還緩 結果你在那邊 硬要踩重檔 爆掉的狀況 今天算是進步很多啦 繼續維持 好 OK我們剛剛經過平登里之後 一個一段小轉彎下滑之後 這邊就快到我們的終點了 今天天氣還算蠻幸運的 我們竟然在就是 沒有下雨就算了 還出太陽 很溫暖 然後等一下那邊 應該我記得沒錯的話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小攤販 但因為今天是平日 所以不太確定 前面那邊 我們等一下過圍牆的下一條 就準備左轉 這邊嗎 對對對 紅色那裡喔 粉紅色那邊左轉進去 好左轉囉 這邊就是平津街40號 頂存的櫻花 只剩下一顆 這附近的其實 應該都是櫻花樹 可以看到這邊 很多都已經變綠葉 這邊也都是 其實這邊應該在一個月以前 這邊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但我們今天來的可能真的有點太晚了 因為已經二月了 那過年期間這邊其實超多人 但我們一直想說 要避開人群 所以就一直都沒有來拍攝 但其實今天我覺得整體來說 表現 算是比上次來講 應該進步了很多 因為上一次的騎乘 說真的 你的變檔 就是一直在很重 然後自己又踩得很生氣 但是又不知道在變什麼檔 然後 所以上一次的表現真的差強人意 但這一次表現我覺得 真的是算進步很多 而且你上次 其實有一點故意放生物的感覺吧 是不是有 因為上一次說真的 我們是想要給你一個 這個賽前真的有一個 靠你自己的感覺 對 就是放飛了 但是沒想到放飛之後 之前教人都忘光了 就是要變檔啊 然後要記得調整檔位 或者是身體的騎乘姿勢 完全走樣 但是今天 我們一整路這樣下來 我覺得算是整個 調整的設定上 變檔都還滿即時的 所以其實 看得出來其實 有慢慢回溫回來 那 這真的就是最後一次的加碼練習 下一次挑戰 就真的是上百K的賽道上 那 百K我覺得相對這個來講 反而會 輕鬆很多 因為其實 我們在騎 山路的時候 變檔的這個時間是 更 更 頻繁 對 那你需要一直在 突然有10%的波 你要調輕 突然在下波 你要調重 那相反的 我們在騎平路百K的時候 不太會那麼頻繁的變檔 你只要想辦法 跟著前面的人 跟著破風的人 那基本上一路上就是 保持穩定的踩踏節奏 其實就可以了 好啦那你對於 今天這個表現 你覺得怎麼樣 雖然 我覺得就是 慢慢找到 剛開始練 然後 稍微有變瘦很明顯 那段時間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 不敢說 真的完全恢復到 以前 好一點的狀態 雖然本來就沒有很強啦 但是 至少 回魂一點嘛 不會 我覺得算是 有稍微回來啦 大家的留言 你也都看在心裡 就是稍微要認真一點 不然 會辜負那些 大家對於你的期待 好 那今天 既然沒看到櫻花 但我們 就是算挑戰成功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下滑 然後回到士林 去吃一個 還不錯的早午餐 算是一個 賽前小小的超補一下 慶功 那我們就準備下滑 期待 謝謝大家 小狗 吃 在 Daniel OL